最近,号称皮帅天花板的香港男星黄宗泽又传出绯闻了 但网友却纷纷留言表示 不可能 理由是这一次他传出的另一半 是比他小18岁的新生代女演员万子林 且两人隐婚有娃 女方出生于1998年 比黄宗泽足足小了18岁 因此,当绯闻四起时 不少网友都直言不相信 太离谱了 他确实爱玩 但这个有点假 果然 不久之后当事人双方都出面回应 成并不认识彼此 不过这个消息 也让42岁的黄宗泽 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范围之内 并且还对其活色生香的情史 又感兴趣了起来 除到已经24岁的他 除了长得帅 演戏好之外 多年来更被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丰富多彩的感情故事 除了和热恋八年的前人胡信儿 那段令人意难忘的过往 黄宗泽可谓阅女无数 被外界称为渣男天花板 但很神奇的是 虽私生活混乱 他却总能轻易被网友原谅 路人员始终不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那张皮帅的脸吗 黄宗泽如今对待感情的态度 或许和其原生家庭大有关系 他于1980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 但父母早早便离婚了 他也很少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黄宗泽虽然随母亲长大 却没有怨恨过父亲 成名后 他还时常陪已经在婚的父亲吃饭 他对母亲也很好 小时候便知道其一个人拉扯自己不容易 于是小小年纪便琢磨着 可以赚钱贴补家用 因为长相帅气 18岁这一年 黄宗泽被心探发掘 因拍摄一个广告而顺利出道 随后 他与TVB签约 并加入综艺课 演出综艺节目与担任节目主持 但接下来的几年里 黄宗泽的事业发展并不顺利 不过感情上却有了收获 他入行之后的第一个女友 名叫真永山 是个模特 聚习两人在读书期间就相爱了 不过后来两人双双进入娱乐圈发展 但对未来的规划不同 很快就分到扬镳了 而同一阶段 比他大一岁的胡信二 则刚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 次年陪朋友一起参加港节选美时 意外获得了继军级活力风采奖 随即入行 胡信二于2002年 参演了电视剧《流金岁月》 并因为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当年的TVB飞跃进步女一人奖 可以说是出道级巅峰 黄宗泽事业上的起步稍晚了一些 2003年 他才因为参演冲上云霄 饰演小配角 即是谢力豪而迎来转机 这个角色使得他被TVB重视了起来 马上便为他安排了 《我师父是黄飞红》和《我的野蛮奶奶》两部作品 且都是男主角 尤其是《我的野蛮奶奶》中 黄宗泽因为饰演了宁茂春 而摘得当年的飞跃进步男议员奖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使得他与胡信二因细生情 还曾当众赞美对方 胡信二为人坦率大气 跟我以前认识的女孩都不一样 据说当时为了追求对方 黄宗泽很下功夫 一会送礼物送温暖 一会又甘心做胡信二的司机 接着上下班 房间传闻 这个阶段 他总计给对方发了600多条短信 终于在努力了三个月后 报得美人归 最初 他们只是低调的恋爱 但胡信二非常投入 甚至为了能和男友朝夕相处 还购买了他住所的上一层 方便见面 而在事业上 胡信二虽发展得很好 但他最初的从一路也很困难 因为长相问题 他频繁被攻击是最丑港姐 对于黄宗泽之间的绯闻 外界也并不看好 更被下了定义 两人不出几个月就得玩玩 不过胡信二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为了和黄宗泽长久地走下去 他们商量了一下 如果未来有一天女方摘的 TVB是后桂冠 就官宣恋情 但胡信二尚未等到这一天 男友那边就传出了各种画编新闻 2006年 他们刚刚交往了一年 黄宗泽便与女星陈法拉传出绯闻 举悉他们因合作游戏天王 唐星风暴等作品擦出火化 一时间流言四起 不过好在陈法拉明确表示 自己不愿意成为第三者 所以这段关系也随着合作的结束 不了了之 但黄宗泽的烈焰路 却并没有停下来 2008年 她又大胆地对女星尼晨曦公开示爱 直到两人的亲密照都曝光了 女方才无奈地出面解释 她对每个人都很好啊 不久之后 因为拍摄摘星之旅 黄宗泽又与已经结婚的人妻梁敬奇深处暧昧 甚至还传出同住酒店 更离谱的是 她还曾和比自己大17岁的司马燕公开拥吻 十分辣眼睛 而当这些消息曾出不穷地传出时 胡兴儿非常尴尬 却也总是相当是大体地帮助男友说话 我一向不管她 她人缘好事好事 她开心就行 而与此同时 黄宗泽的事业发展也上了新高度 她接连出演的《唐星风暴》 《烈火雄星》等作品都是爆款 也凭借一张帅脸 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皮帅港星代表 胡兴儿的事业发展得更好 她原本可以不这么做低腹小 为了扭转大众对于自己容貌的吐槽 胡兴儿演了许多没有偶像包袱的作品 别的女演员贤苦 陷累 嫌角色丑 她便接过来自己演 于是就有了肥田喜事中的胖女孩肥田 巴不得爸爸中的骗子苏凤妮等角色 2009年 胡兴儿还成功走进了内宇 在《美人心迹》 《欢喜婆婆翘媳妇》等作品中 都拿出了精彩的表演 也是因为如此拼命 她终于被看到了 2011年 胡兴儿凭借在台庆剧《万皇之王》中出色的表现 摘得了当年的TV比试后 颁奖台上 她言寒热泪 哽咽且深情地表白了男友 兑现了自己多年之前的愿望 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 让人难以忍受 但你也有很多缺点 也让人难以忍受 希望我们可以这样一路互相忍受下去 当时台下的黄宗泽 一脸宠溺 大笑出声 现场的观众也热烈鼓掌 大家都以为这一对长跑多年的男女 最终会走向婚姻 胡兴儿也在之后接受采访时公开喊话 就算男友没有拿到实地 我也会嫁给他 同一年 黄宗泽的事业也达到了巅峰状态 他因为出演前行剧机而迎来新高潮 同时 他再度和剧中的女演员许子山 疑似阴系深情 两人常常出入夜店 形影不离 到了2012年 因为拍摄面包树上的女人 黄宗泽和女演员柳妍传出暧昧 期间 他接连又被传出 在酒店循环作乐 但胡兴儿都选择一一原谅 不过到了2012年 胡兴儿和黄宗泽终于分手了 后来被媒体爆出 原因是有内地的小三上门逼宫 才导致女方忍痛个矮 尽管如此 面对记者的采访 胡兴儿还是泪流满面 直言 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因为自己试图挽回过 但自始至终 他从未说过黄宗泽一个不字 体面地为自己八年的青春 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黄宗泽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在于 没有感觉了 事实是如此吗 两人分手之后 常常会在活动现场碰面 黄宗泽不止一次偷看前女友 他还被爆出 曾积极地求对方复合 不仅买了钻戒 还会写回过书 但显然胡兴儿已经清醒了 并且学会了放下 他火速卖掉了黄宗泽楼上的房子 还在2015年 与相恋仅三个月的夜店老板李承德闪婚 甚至在结婚时 胡兴儿也大方地邀请了前男友 但是他却没有出现 而这时的黄宗泽 仍旧每天沉溺在和各种漂亮女孩的暧昧故事 他又与杨征 陈嘉恒 张莎莎 刘佩月 日级模特张 翁小军等女艺人或网红绯闻不断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定下来 步入婚姻 而事实上 黄宗泽曾多次表示 自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并不着急结婚 甚至在与胡兴儿热恋的那些年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对方 近几年 港剧市场萎缩 热度也急速下降 这也直接导致了黄宗泽的失业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他的生活仍旧相当滋润 因为早年做艺人赚的第一桶金之后 黄宗泽便开始从商 他开过西餐厅 卖生蚝和西餐 还早早便在香港 内地及东南亚等地投资了不少房产 总价值过亿 2017年TVB台庆 所有老艺人欢聚一堂 又被眼尖的媒体拍到 黄宗泽站在人群之中 远远地看着胡兴儿 眼神之中有遗憾 也有惋惜 也是这一年 黄宗泽离开了TVB加盟邵氏电影 在众多作品中 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保养得一 哪怕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仍旧魅力十足 早前录制综艺也挺有趣事 黄宗泽与29岁的女搭档张小婉 互动亲密 态度暧昧 不免又引起关于其感情故事的猜测 有人计算过 出道这么多年 黄宗泽被拍到的绯闻女友不下三十个 且个个都是明艳的大美女 但他说过自己不着急结婚 只要两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也许 正是因为这种看似洒脱又坦荡的态度 才使得黄宗泽的诈博那么讨厌 也正因如此 这一次他被传和万子林秘密结婚生子 才有网友出面嘲讽 别人引婚失悔形象 他引婚好像是形象变好了 也有人觉得 看起来越假的消息 也可能就是真的 不过43岁的顽咖黄宗泽 真的会为一个女孩放弃自己的烈焰之旅吗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